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很多东西,有新派的东西,日韩料理 在这里,扎根了几十年,就是我们待会去的这间店 前面有多少人? 14张桌子,今天我们来做什么? 14张桌子 我认为旁边的店铺都会暗然失色 虽然这间店铺就是这么大,可能一米两米的门面 应该是这附近最窄的门面 但最多人在门口等候 这边有多少条? 10条鲁鱼 10条鲁鱼够吃的吗? 上午,下午,下午,下午 这么好 你们今天几个人来吃? 一个人这么早来都70 为什么要选这边呢? 德国咸猪手很棒 吃过80 吃过80 韩风还在车尾吃肥气 很久了,我们刚才来的时候还在旁边 现在都等到天黑了 过来,想吃草莲不知道有没有 有个建议是下次来的话,一定要提早来 你们两个可能是两个 坐在一起,然后再一起行,不要,分开来 谁早来,谁先来,谁先来拿位,一定是这样 6点到现在,7点多 品诚记史上等位,等得最久的一次,1个半小时 要一份白菜牛肉,猪手,沙拉汁猪托 想菜比较慢,试一下 想菜比较慢,太噩梦了 这边很划算,33元就有白菜牛肉 可以啊,你遲些来就没有了 一张桌子这么大,因为我们要搭桌子 点了什么菜? 我们要点,因为是招牌,我们要吃手丝鸡 对,所以我们没有点手丝鸡 你们吃不完,我们可以分享 好了,好了,好了 这位是我们的同事 热香猪托 真的挺香的 猪托,最重要是每一块切的猪托 大西差不多,所以它的火候相对来说 控制得比较好 那就不会炸老 吃了两块 如果你觉得弱的话 再点一下沙拉汁 中和单 鸡肉 白唱牛肉 嫩滑 够甜 当然,它一定要加一些芥末 再加一些芥末 再加醋油 它的标配,我也要试一试 很笨 我只是喜欢原汁原味 够滑够甜 三十三块一碟 性价比较高 这一碟很划算 两碟都可以 脆皮猪手 这是招牌 一定要试 皮很脆,但会热气 明火去烧 肉的颜色很粉红 最重要是腌肉 腌肉的腌肉 腌肉的腌肉 腌肉很黏 但需要用力量 如果有肌肉不好 这个腌肉也有点吃力 我们没有点到手撕鸡 但对面有 好感变的东西 你先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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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感变 比较乱 你的男朋友呢? 这个好吗? 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 如果鸡胸肉都过得关 这个手撕鸡就完美了 麻油加重了一点 煮完可以 挺好 不错 等了一个半钟 然后吃了一个钟 上菜也算快 三个人 四个菜 吃了188 三个肉 一个青菜 我觉得 三十几年传统的一家餐厅 有这么多人等位 都是慕名而去的 味道 我觉得是偏咸了一点 可能它的用料方面 会变得更长 我们今天点几个菜 都是他们的招牌菜 咸一点 如果你觉得 不要紧 我喜欢一碗饭 来送咸菜 更加开胃 这里是绝对可以适合你的 另外一样 基本上打开菜牌 全部都是三十多元 四十多元 未超过五十多元 性价比的确是高 三十多年 在广州市中心的城区 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有它的道理 我是加昇 希望下次继续和大家一起去品城 一起去吃吧